哈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的 我是阿琪 我最近发现我的粉丝小伙伴对陀螺有特别的执念 经常会在我各个视频下面留言说的想看陀螺 我今天花了300块钱买了市面上5种不同的陀螺 给大家一次看个够 看看你都见过哪一种 嘿 第一种就是这种陀螺玩具枪 我们之前视频里出现过 可以连发6个陀螺给大家演示一下 首先是先把每个陀螺装到固定的卡槽 下面有一个扳手往后猛一拉 第一个陀螺就会剧烈的转动 然后一抠就出去了 动力好强 能转好久 这个陀螺旋转的还是很厉害的 而且它外面都金属的可以相互碰撞 这一种陀螺就是连发性特别好 可以连发6个 而且它的动能非常强 但是有一个缺陷就是它需要一块很大的场地 就打比方说我在这个桌子上 它不容易停得住 一发射就把它这个陀螺发射的很远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 像摩托车一样的陀螺 打开 这个陀螺就简单一点 像个摩托车造型一样 然后前面一个轮子 就带着一个陀螺 然后这边有一个拉手 这样拉着就给它提供动能 我们来试一下 把这个稍微往里一放 它又磁吸 磁吸住了 拉 它是往回跑的 这一点非常好 这样占的空间就少很多 开出去 自己退回来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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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挺好玩 类似回旋标一样 你只要玩的好 自己发射过去 自己就回来 这样可以一个人玩这个游戏 喷 第三个 这种原地陀螺 在火车上经常有件有人脉 很简单 一个发射器 一个陀螺头 放在上面 断两天 然后直接对地 这种是我们小时候最常见 而且是比较原始的一种陀螺了 它的优点就是占地比较小 直接发射在桌子上 它就在桌子这一块转 不怎么往旁边跑 当然它也有缺点 就是这种把手 老容易坏的 转的圈数不能太多 太多的话 它那个上弦的东西就容易崩掉 总的来说这个还可以 第四个 相信这个陀螺 大家应该基本上都没有见过 精致的一个包 打开 一个正方形的铁片 严格意义上说 这个可能是铝的 中间是凸起 然后旁边是凹下去的 正面也是这样 这边有两个洞 方便携带吧 可能 这个是这样玩的 我看卖家的视频是 它往前一推 这个陀螺就一直往前往前走 走好多好多圈 但是在我的桌子上 就走两圈就熄火了 难道是材质的问题 放在板子上试试 它也能往前翻几圈 但比我在在家视频上看的 翻的圈数要少得多 感觉没多大意义 拿起 第五个 这才是我们90后 80后 童年时候的陀螺的灵魂 也是最原始的陀螺 没有之一 打开 木陀螺 看到这个 再加上这个鞭 好多人应该有回忆了吧 我们小时候把这个叫做 斑拉子 用鞭越抽 它转的越厉害 它这个原理也非常简单 就是一个木头 然后下面追了一个钢珠 用鞭的洞能把它带动 现在的做工要好很多 它在外面都涂了一层蜡 好像 再加上一个橡胶的 增加摩擦力的 到底是花钱买的 比现实中自己做的要好很多 我们小时候就直接把轮胎的那种皮丝抽出来 做这个鞭 走起 首先是把这个鞭缠到陀螺上 这样用手指头压着 转几圈 这样发射 这个鞭子容易抽到这个 把我灯都抽到了 这个钻的还是非常流畅的 但是需要房地要稍微大一点 更能施展出来 这个如果在家里的话 鞭子老容易抽到其他的东西 看这上面什么都没有 给它贴一个红色 然后转起来就更漂亮了 哇 好冷啊 发誓要的 来看红色 这样上面就有点不同了 像阿尔卑斯棒棒糖 呵呵 也像一个八卦阵 八卦 这是陀螺一号 这是陀螺二号 陀螺三号 陀螺四号 陀螺五号 这五个陀螺 你更喜欢哪一个呢 可以在评论或者弹幕中留言 想看下期少期播什么 也可以在评论中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